有人想看雷克薩是不是 來來就雷克薩 等你 狂人的心 教大家雷克薩的 高階 高階GANK技巧 雖然是高階但是其實 不難不難 這個不難執行 然後 使用起來成功率挺高的 這基本上就是 普通雷克薩跟 跟很強的雷克薩的區別 就差在這個套路 那前提是我要先刷到三等 我們最好能帶個紅霸 那這時候我們開始盯著上面看 哇上面血有點難 清他 哇 火箭清太慢了 我頂到瞬間他就該清了 特哥在教你們 怎麼跟妹子說話 來善意提醒有沒有 如果是他媽的男的 我就直接 直接這樣了 不然就中路這樣 媽的 臭你媽的不要過來吃藍 我 是妹子就善意提醒 我才能吃到 欸你是想拆炎皇家龍 幹 真的拆 超小 他不會是個好男人 他不會是個好男人 特哥你別唱歌 幹 我破音被他聽到了嗎 來來來 忘了 剛剛說要教大家高階級角 現在來展現給大家看 叫做 叫做什麼呢 後庭開花之術 這叫做後庭開花之術 這叫做後庭 那紫方 繞上 藍方繞下 直接撸出來 掰掰 我幹你 柏珍 柏珍好 柏珍好 怎麼會這樣 好討厭的感覺 雷克薩呢 中階技巧 叫做挖洞 就是挖好每個野區 每個野區跟野區之間的通道 讓你可以刷兵很順利 刷怪發育發育的很順利 計算的時間還有18秒 紅霸快出了 我們就吃 吃完紅霸再戰 用這個 多餘的時間先打石像 打小石像先 吃雙石像先把小石收掉 這個省血的技巧 吃服會比較快 速度應該是沒差多少 可是省血會省很多 不要問我為什麼 就是這樣 照做就對了 很多事情 不用多問 再追問也沒有答案的 因為你們的智商就是這樣 不用多問了 就是照做就對了 手就好了 再開他一次 後庭 不然難謝我心頭之恨 等六等 放眼 自以為很安全 後庭開花之術 起飛了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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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被我們把燒死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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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種繞杯這種位置 鑽出來基本上沒得跑 他只要 位置是在這前面 都得死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他很難不在那個前面啊 他又不在那個前面 除非他不刺激 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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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翻 不用說了吧 多有安全感啊 這個這個翻 找男人 比較像 特哥這種的 他一定想Q這個 但是基本上他Q不到 綁綁 哈哈哈哈 回家回家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洞 這個飛 神不知鬼不覺 我們假裝補線 假裝 ㄟㄟㄟ 你看我沒有任何威脅哦 那我嚇他 哈哈哈哈哈哈 有沒有 算準者 有 哈哈哈哈哈哈 有沒有看到我算準那個時間差 我算準那個 那個魔剛才會先到家 然後 然後 放無聊他盾 然後 然後那個 摳個門又被我鬧 看得懂就看得懂啊 看不懂我也 我在多說也沒用吧 相信大家 現在聊天室打666的 起碼都金牌以上 那個 沒有反應的 不知道我在笑什麼 什麼智障 笑三小 這有什麼好笑的那種 一定就是 可能是 金 那個 銅牌啊 銅銅啊 銅銅水準 哈哈哈哈 不信你們看看 統計一下 看聊天室 你們現在看看聊天室有沒有認識 你們認識的 看你們認識的 在那邊打什麼 6666 或者是笑三小 去查一下牌位 就知道特哥講的是真的 好像又可以來一次 那招了 那招叫什麼來的 大家還記得嗎 開後停之術 不過不用了 直接 直接撞 直接撞 沒有 這個是 這個是 側翼衝擊之術 剛剛教大家滾雪球 神器就這把 柏珍來我們打麻將 柏珍來 三缺一 下路 排桌 三缺一 四人集成團 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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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下來下來撞頭 好啊好啊 好好好啊 好好好啊 呵呵呵 有沒有這個 摳 是不是 欸 欸他一定覺得怪怪的 是特哥在搶啊 這不是你失誤啊 這正常人都會被特哥這樣殺死啊 這正常人都會被特哥這樣殺死啊 這正常人都會被特哥殺死啊 這正常人都會被特哥殺死真的很正常啊 10個高端有9個會這樣死啊 另一個沒死是特哥自己失誤 卡了一下Q或者卡1 卡了一下Q 卡1 我們又可以那招啊 那招叫什麼 後庭開花之術 後庭開花之術 可以再來一次這個位置 欸幹有朋友 還想偷Q我 你到底是想怎樣 你到底想怎樣 妙殺 正宗的相哥有本人道歉 剛剛我說雷克薩這角色沒有很強 真的是 但是我誤判 雷克薩還挺屌的 大家有沒有同感 嘻嘻嘻嘻 還是你們覺得雷克薩還好是特哥太強 嘻嘻 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欸 好像不用道歉 好像真的雷克薩沒有很強 應該是操作者的關係吧 開吃 給他們知道欸 恩恩 好 你們知道嗎 這小巴龍其實一點也不重要 你們看到小巴龍被對面搶走了 沒有關係啊 重點是要把他引過來 開始操 特哥教大家一個 雷克薩使用 泰坦九頭蛇的 進階技巧 來刷兵給各位看 順順順順 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很快的順順順 三個Q 我利用泰坦九頭蛇的那個主動效果 重置了一個Q 所以我瞬間 再瞬間 盯起來順順順 刷了三個Q 加一個泰坦九頭蛇主動殺 有沒有看到 順順 剛剛第二個Q特別快 因為我用泰坦九頭蛇的 重置了那個 主動 多刷一個Q 告訴你們很肥的雷克薩 就不用拘逆於Gank 很肥的雷克薩 可以開始做一件事情 就是帶線 就帶你的泰坦九頭蛇 開始 防尻這個兵線 防洗超快 直接洗進去 然後這邊 右邊有個傻逼 把他槍補線補不到 就只能被我牽著彼此走 他帶了好幾個傻逼來 他地圖上一直閃燈 他怎麼 特哥客氣什麼呢 NICE 特哥真的進場 4打5 1換4 國真中路逛街打醬油 真的沒有關係 我們 要體諒 女孩子 裝備 基本上 不需要 想太多啊 九頭 泰坦九頭之外 就是接 死者肩甲 加振奮盔甲 這兩件 跟 雷克薩 就是兩件坦裝都 很有用 一件是加跑速嘛 尻到人還會還 這叫什麼 大刀一砍 然後另一個振奮 就是有血有防 還會回血 配合雷克薩 他這被動很回 超級回 你們不要以為雷克薩 這被動 這個被動回血 在打賽的 真的不打賽 真的超屌 我等下完了 開回血量給你們看 讓你們看 我是被動回多少血 你們會感到很震驚啊 開幹了開幹了 開幹了 開幹了 來大家看喔 小地圖就可以點R了 哇 這個不見了 算了算了算了 有沒有看到九頭蛇 第二個九頭蛇 第二個九頭蛇 光光光光光 都在彈 哥彈著哥彈著 再進一次 哇塞 我這個進場 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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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一下他的Q 紐一下 沒有Q 會血 會血 對 對 對 Double Keal 打的看起來很激烈 可是其實我這個操作是輕輕鬆鬆啊 不慌不忙的啊把對方給收光 你如果九頭蛇來不見啊你第三個Q再刷下去還是可以啊 如果三個Q刷的時候你都抓不到那個點 那你三個Q收好你在哪裡重置普攻也是可以 只是這樣爆發稍微低了點 而且九頭蛇CD會比較慢 一般都會有物傷法傷都會有啊 所以就這樣除非對面全AD就不用振奮了 你就可以肩甲完直接上藍盾或死甲 或者是不是死甲 那個叫什麼反甲啊講錯 別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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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咿 爽吃一個大絕 這樣那個節奏已經被帶爆了 下路特哥已經沒打算防守了 因為這點一下就掉了 然後中路也是啊直接被掏空 家裡地層下線 中路跟下路不見了 中路跟下路不見了 中路弄倒什麼 中路ALL 居六億 下路 鐵 中路 他 給你艘 給你色 我就扛著幫你ına 玩 偷下來 偷下來 他很危險 他很危險 因為如果在高端的比賽裡面 很常會有那種 就打很久喔 所以打很久的情況下 你如果打到一半殘血你回到半血再繼續戰鬥 就整個對我來說就是很有幫助 你看喔 坦了3萬7 可是我十幾次 只是13次 為什麼我多坦2萬滴 因為回血 有沒有 一隻獨秀 一隻獨秀 我多彈2萬滴 因為我多彈2萬滴啊 懂嗎 同學們 你看 阿里那個被動 屌回血 多屌 3200 我彈2萬 直接錄出來 掰掰 我幹你